網紅館長陳之漢的搏擊散打師傅于智宇 日前是在台北市漢人發生了行車糾紛 當時雙方爆發了口角 對方騎士和兩名朋友衝上前包圍他 還企圖要揮安全帽來做攻擊 于是于智宇不得已出手來反擊 雙方就在大馬路上上演了陳武航 只見他輕鬆一個人一打三 但是現在法官認定雙方是互殴 裁定各罰兩千塊錢 紅衣男子被大外閣漏斗在地 一旁的黑衣男子朝藍衣男猛揮安全帽 卻揮空往後自摔 還差點被路過的休旅車輾過 幾秒鐘後黑衣男又再次揮舞安全帽 藍衣男做出搏擊姿勢 朝他的頭部出手揮拳 三男在馬路上演 全武航時間長達十幾分鐘 那個人就從路邊 就一發動就一個逆向回轉 我就不曉得說了什麼話 還是看他 他就屌我 然後他一屌我 旁邊兩個人就跑出來把我圍住 永安知名來一男子是搏擊教練 余智宇 今年四月在街頭遇上行車糾紛 被對方三人團團包圍 還企圖攻擊他 沒辦法才會出手攻擊 當街三打一場面顯向還身 警方獲報後將四人以設違法喊送 雖然余智宇向法官解釋是正當防衛 但法官認為雙方都有動手裁定各法2000元 法官只是依證據判罪 他能怎麼做 對不對他這樣我已經覺得法官有他的道理了 擔任搏擊三打教練的余智宇 過去曾當過電視台編導 訓練徒弟館長陳之翰長達十年 在多項搏擊競賽中都拿過冠軍 有五狀元支撐 這次在街上發聲糾紛 大打出手 還好沒有造成嚴重的意外 否則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這五上線將一台被 裁縫報導